我買到這個我真的覺得 我怎麼沒有早點遇見你 好我今天要講的事情 你們可能會覺得有點荒謬 但相信我真的很好用 這個用在旅行上面實在是如虎添翼 這種乳膠型的手套喔 OK這要拿來幹嘛呢 我跟你們說女生 她不只是可以秤你的行李重量 讓你的行李不操縱喔 她還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就是 哈囉你們們我是Ashley 好久不見我剛從歐洲旅行完 半個月回來真的是修身養性 然後調養生性完之後想說 耶我們終於來錄影吧這樣子 那我今天這集就是想要來分享呢 就是旅行當中帶什麼東西 然後怎麼帶可以讓女生 減輕旅行當中的負擔 以及帶這些小東西呢 其實你本來覺得它很不起眼 但其實它可以幫助你 欸減輕很多麻煩 我這一集並不會分享什麼收納法啦 然後什麼抽真空這種 大家已經講過我不會講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買到的一些 我覺得哇真的是太好用 在旅行之前呢先買這些東西買起來用 然後會很方便 或是一些本來就是一些小撇步啦 然後分享給大家好 那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的重點 我列了一張清單我想說 欸真的是蠻多東西的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 那沒有按照什麼順序喔 我看到什麼就先講什麼齁 首先呢是一個我最近才發現的好東西 就是AirTag 這個東西是我去年就知道已經有的產品 但是真的好像不太常聽到身邊有人用過 那這個AirTag應該是因為我養狗了 所以我就把它縫在我狗狗出門散布的那個背帶上面 然後就永遠追蹤著它 如果你們還不知道AirTag 你們可以去上網查 它就是一個追蹤器 然後它就可以放在你任何想要追蹤的東西上面 你怕你掉了你的鑰匙 缺來你的錢包啦 然後持續的發送信號到你的手機 它是透過藍牙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那個東西在哪裡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是不能充電 它是換電池的 你一旦把它那個膠條撕開之後呢 它那個電池就開始用了 看網路上說好像可以 欸電力維持一年多還是一年 那你可以自己換電池這樣子 除了我的狗之外呢 我發現旅行的時候呢 因為我會露營嘛 所以呢我會帶相機包 這個相機包就是隨身背在我身上 或是背在K先生身上 那你知道歐洲就是很很亂的地方 尤其如果你是去什麼米蘭啊 巴黎啊 巴塞隆大 我剛剛已經掉東西百分之百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呢 一次買了四個AirTag 就直接放在這個裡面 那它會跟你的手機做配對 你可以從手機上面定位 你現在這個東西在哪裡 那譬如說這個AirTag 我放在相機包裡面 我在我的手機裡面就可以把它命名為 譬如說喔相機包 所以你的手機打開來呢 上面就有地圖說喔你的狗現在在這裡 喔你的相機包現在在這裡 然後呢我一次買了四個 因為另外幾個呢 我把它放在我們分別的行李箱裡面 如果你的行李掉了 或是被人家幹走了 你還追的回來 那這個AirTag的使用 我覺得超級方便 那個網路上超級多教學 我本來還以為 它會沒有想像中的好用 結果我用過之後 我就發現這一次去歐洲呢 我非常的放心 因為我們一個人要拎一個行李箱 再加一個登機箱 如果你要移動換飯店 或是像我們要移動去別的城市 你就是這樣拎著 然後再鞋背一個相機包 我所有覺得重要的東西 我就放一個AirTag這裡面 如果有哪個不知好歹的傢伙 在我在下火車的時候 突然幹走我的登機箱 我還知道呢 對著手機然後去哪裡追它 就是可以把它追回來 那如果只是這個東西 你隨手不知道放在哪裡 它其實沒有被幹走 只是你突然找不到了 那有AirTag 你也可以就是用手機 非常的精準定位到那位置 甚至在行李轉盤那邊啊 你就會覺得我的行李上來了沒有 它到底還在飛機那裡 還是它已經到這個行李 在手機上面都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AirTag 如果你要去很亂的國家 或是你很害怕你的東西掉了的 很適合 可以買一組AirTag 然後再放到你的行李下面 然後再出國 講完第一個呢 我這樣回頭望向由這邊 我這邊東西真的很多 所以我想說我看到什麼就講什麼 我就不分類了好不好 我就自己講了 講到這裡我要插播一下 就是男生呢 永遠都不懂 為什麼女生對於行李的空間 跟重量需要這麼的執著 即使我身邊那些直男的 交了女朋友之後 他們兩個還為了行李空間的問題 吵架 我就跟那個男生說 我告訴你沒有什麼好吵的 你只要想要有女朋友這件事情 你就要自願的貢獻出 你行李箱的額度跟空間 你不需要argue 沒有什麼好爭執的 你連嘗試想要爭取 都沒有用 OK 就是你把你的東西 極簡化極少化 剩下的空間 就都是由你的另一半 尤其是女方 來做決定 不管是她買自己的東西放進去 或是要買給你爸媽的禮物 買給她自己爸媽朋友的禮物 或是買給你同事的禮物 幫你做公關 或是幫你添購家裡的東西 告訴你說這一幅畫呢 我就是要帶回家 掛在我家牆上 我告訴你 男生們你們通通 你要是鋼鐵直男 然後你要是交女朋友 就是乖乖的貢獻行李箱的空間 你們不能夠理解我們女人 為了行李箱的空間 重量 在那邊斤斤禁叫 每天夜不能寐 然後想說我這個包包 到底可不可以帶回去 我買了這個液體 這個蠟燭到底可不可以帶回去 我這裡買保養品 真的比較便宜 我買了這個首飾 我買了這雙鞋子 就是不要跟她argue 出國就是要開開心心的 OK 所以我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在分享跟女生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極簡化 我們自己的東西 然後呢或者說 有更好收納的方法 這樣那接下來我要介紹 是化妝包 因為我尋覓非常多的化妝包 然後我就發現化妝包呢 基本上就是亂結一團 那很多 主打分類很好的 收納的化妝包呢 又太佔空間 所以我在旅行的時候 就不喜歡帶那種 很佔空間的化妝包 就是她雖然分隔 收納得很好 一目了人 可是她弄起來太佔空間 或者說 機動性不高 所以呢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買到這個 我真的覺得 我怎麼沒有早點遇見你 真的 我跟你講就是這一個 我跟你們看 這一個呢 四個很像無印良品的筆帶 然後分別這樣子 有個拉鍊網狀的 對不對 然後呢它有大格跟小格 所以你看裡面 還有一些些我的東西 比如說我的剪刀 然後我的粉撲這樣子 那它分成四格 那譬如說這一個打開來呢 我就可以全部都裝刷具這樣子 然後這一個呢 比較大格 我就可以裝什麼粉餅啊 眼影啊 口紅啊 睫毛夾都可以裝在裡面 很好的收納 比如說眼妝的 底妝的就放在這裡 刷具都放在這裡 唇彩 小工具就放在這裡 比如說你想要什麼 小飾品啊 然後什麼鑷子啊 有沒有什麼假睫毛膠啊 就放這裡 分門別類非常清楚的 看好之後呢 我告訴你它還可以撕開 就是它這也是魔鬼沾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整個 這樣拿起來用 放在你的床上 梳妝台也可以 然後呢用完之後收納回去 說的是你今天呢 不需要那麼多東西 你只需要兩格或三格 那這個拿起來丟掉 然後呢 你裝完你的東西之後呢 就這樣子包起來 然後打一個結 然後你知道嗎 你的東西多 這個就會鼓起來 你的東西少它就會 按照它的形狀這樣 很好塞進形象的縫縫裡面 如果是那種很漂亮皮革 金屬編的 拉鍊的那種化妝包 雖然很美 佔空間 不好這樣急急壓壓 然後呢 就是順著形狀塞進去 然後呢 又皺皮革就是皺 你知道嗎 然後呢萬一壓扁了 你會覺得啊 這麼漂亮 不要帶那種東西出國 OK 你就是要用這種 然後它要是髒了 沖一沖洗一洗 你也不會心疼 重點是它輕盈 而且可以依照你 需要帶的東西的大小呢 來膨脹跟縮小 不會說喔 它就是固定體積要那麼大 那邊非常好塞進你的 那個心理箱的 邊邊縫縫夾夾 裡面省空間 OK 一定要用這種 尼龍妝的輕盈防水耐髒 方便使用 這個我真的是用過之後呢 就再也不買其他的 我真的覺得 這個真的超級棒 然後如果你要收納啊 就這樣攤開來 然後呢都知道哪個東西 在哪一格裡面真的 一目了然啦 超棒啊好不好 好熱喔 OK冷靜一下 OK我們不要那麼激鬥 我可以再講到第二個而已 講到旅行打包這件事情 大家都叫我小天才 或是那個白寶蛋 我要講的這個呢是 折疊式的衣架 折疊式的衣架 我那個時候看到這個 我還想說 需要買這個嗎 結果這一次 攜帶這個之後 我發現實在是太方便了 因為呢我去歐洲十四天 我不可能戴十四酸襪子 或是十四條內褲 再我不喜歡穿紙內褲 那種免洗式的 我不喜歡 不是非常的環保 那我就戴個三四件 然後等於每天要換洗 那換洗的時候呢 我跟你說 那個飯店的有一些衣架呢 它有一些是沒有這個鉤子的 它是那種直接連在衣櫃上面 你們知道我會說什麼 它那個鉤子不是整個難以拿下 它是整個鎖匙的 那這樣子 你就也不想掛在衣櫃裡面 或是你有一些毛巾 或是你有一些外套 不小心 白色襯衫呢 沾到醬油了 今天晚上洗一洗 那你掛在衣櫃裡面呢 乾不了 你一定要掛在通風口處 或者是那個浴室裡面呢 讓那個廚師呢 去給它吹乾 從一個晚上就乾了啊 這個時候你就戴這個折疊式的衣架 我跟你說 它這個還有凹槽 你看到嗎 你那個洋裝都可以掛進來 或是你的內褲呢 都可以掛進來 然後你的襪子呢 你這樣 套上去 掛在那個鉤子 或是那個亮衣感這樣上面呢 你可以看一個晚上就乾了 這個真的是超方便 我甚至把我的毛巾 就直接這樣披在上面 因為它有這個角度 稍微可以彎一下 所以就算是一片式的毛巾啊 圍巾啊 都不會掉下來 然後它還折疊的 你就這樣子 戴這組 又輕便又輕盈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超級便宜 我一次買一組 這次帶了四個去 所以一個晚上呢 K先生可以用兩個 我可以用兩個 不管你是你要掛內褲啦 襪子啦 好你不小心沾到醬油的襯衫洗一洗啦 都可以 或是你因為流汗啊 然後外套已經濕了一半 或甚至你們萬一淋了雨 我跟你講 人家不掛臭死了 就用這個把它掛起來 然後呢 就算呢 它壞了 斷了就直接丟在當地就好了 OK 這個我真的覺得 必買 必買OK 折疊式衣架 必買OK 這個真的太棒了 好接下來我講的這個東西呢 真的是我後來在旅行的時候才發現它的美好 以及它的優勢 就是這個 路德欽的維他命C膠囊 我跟你說 我在 很久以前就有了它 然後我平常 皮膚狀況還OK的時候 用這個維他命C膠囊呢 沒有覺得有特別怎麼樣 我到這一次才發現 原來這個用在旅行上面 實在是如虎添翼 懂嗎 因為呢這個路德欽維他命C膠囊 你看我已經用到直升這樣 它就是一顆一顆的嘛 你們看它就是這樣子 等一下 它就是這樣子一顆一顆單包狀 對不對 你就這裡把它扭開 你就可以全部擠出來 一次擦全臉 它這個是高濃度20%的維他命C 那平常在家裡用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也可以 只是我發現旅行的時候更好用 的原因是因為呢 第一你旅行在外面曝曬時間長 更不要說萬一是去海邊細水 或是海島國家 你更是曬到爆曬到乾 你要嘛呢就曬很黑 要嘛你防曬做得很好也沒有關係 你會曬老 你的皮膚隔天就是會有老態 會有那種曬過有一點乾乾皺皺的樣子 即使你再怎麼擦保濕產品 就是會有那種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的 那個皮膚狀態 那這一次因為我發現 我帶了這個高濃度維他命C 而且它是單薄狀 所以它非常的新鮮 所以活性很強 你可能平常呢 皮膚狀況很好的時候 在家用了 你會覺得好像就加那麼五分 結果我這次發現呢 因為我整天在外面呢 那個看法網啊 曬一整天我告訴你 那就是從早上八點曬到晚上八點 而且是曝曬沒有休息 我只帶了一頂草帽 沒有人在看球賽的時候在那邊撐傘 OK 大家都會看你 OK 所以呢就曬一整天喔 回到飯店之後呢 擦完一般的保養品之後 最後一道呢 我就剪開 然後整個維他命C塗在臉上 你當下就會覺得 欸有一點刺刺的 隔天起床 你的臉部肌膚回復狀態的能力 會變得很好 你那個前一天被曬過的皮太感 或是皮膚有一點乾乾皺皺的 或甚至你已經曬黑了 即將要變黑了 即將要長斑了 我告訴你 每天晚上你高濃度維他命C 就給我下去 當然你白天要擦也是可以 可是它這種質地 我是覺得不太適合在妝前 那它這麼高濃度 其實對於晚上的那個restore喔 我是覺得比較好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樣用啦 它讓我剛天早上起來 我的臉呢 都還是非常的細緻 因為如果你在外面旅行很久 你水也喝的不夠 然後睡的也不夠 吃也亂吃 整個作息跟你生活習慣呢 都跟平常你好好在保養自己的那個 不太一樣 你水喝太少啊 然後都每天都很累啊 然後都吃一些垃圾食物 或是你一天可能只吃一餐 甚至或是你都大魚大肉 有可能會要暴動 皮膚看起來比較粗糙等等之類的 反正啦 我就是自己覺得呢 這種單包裝的高濃度的呢 比我其他手臂都還要有效 這個我一定不會整罐都帶出去 我一定會拿這種小的夾鏈袋 我要是出去七個晚上 我就會帶七顆 頂多多帶一個八顆 然後呢 就裝在這個小夾鏈袋裡面 然後每一個晚上都剪開來 用完這個體積呢 就完全沒有 你不要小看 你要是每一個東西 你就這樣減少一點體積 減少一點重量 我告訴你最後呢 你就什麼東西想要買 都可以買回來都可以帶回來 真的是好熱 真的是講得有點太激動了 好接下來我要講的是這個 我最近新買的 就是這個牌子的帆布包 其實你不見得要買這個牌子 只是我後來發現這個牌子呢 它收納起來真的好方便 而且它夠堅固 因為呢我也買過那種幾百塊的那種帆布包 有一些就是塑膠感很重 它就會不夠柔軟 不太能夠折得很小 它雖然是塑膠 然後雖然也很輕薄 但是它不太能夠折得非常的完美 然後幫你省空間 那有一些呢 就是它可能就是 因為也很便宜 所以它這個車工的地方 真的沒有做得很好 你們知道你要是放太重的東西進去 或是你在外面呢 情理箱這樣拖一拖 然後跟著這樣一起拿一起拿 一拉 斷掉了 當下真的很想死 你就會覺得我現在裡面還有這麼多東西 然後呢 它現在斷給我看 或是拉鍊拉不起來 我本來要把它整個拿去拖雨 拉鍊拉不起來 那你看我 我看你知道怎麼辦呢對不對 你現場再買一個嗎 所以我還是後來就回來決定 就是覺得 這一個牌子的帆布包 還是我覺得 對於旅行來講 真的很好用 那它還有另外一款 是一個可以一樓變二樓的 你知道我會講什麼嗎 那一個呢 就是如果你要帶上飛機 它變二樓的話 好像會有一點超出那個 hand carry的那個體積 但是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想把它變成加一件行李的話 那那個也可以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太大 我用這個就行 那這個呢 我一定是平常放在我的登機箱 或行李箱裡面 無論我有沒有要買東西購物 反正我出國 我一定把它放進去 那如果今天真的因為什麼原因 買太多 裝不下 或是臨時有人請我幫忙 帶什麼東西 我需要加一件拖運的話 我就會把它打開來 然後把一些可以摔的 比如說衣服啦 就可以放進去 它就可以當一件拖運 如果你不當拖運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 它這次還幫了我另外一個很大的忙 你平常登機的時候 不是一個人只能帶一個Personal belongings 然後可能只能帶一個登機箱嗎 那我平常已經有一個登機箱對不對 然後我的Personal belongings就是我的背包 那我還有鞋背一個相機包 這樣也都沒有關係 但有的時候呢 可能我就是剛好多了這一罐酒的免稅品 或是剛好我又多買了一個什麼包 不想要壓壞它 或是我剛好又多買了一雙很漂亮的鞋子 然後就是放不進行李箱了 然後我想要拎上飛機 但是又放不進登機箱 也放不進我的背包 我告訴你這個時候呢 你那些零零碎碎的小東西呢 放不進你的背包 放不進你的登機箱 然後你又想要把它帶上飛機 我告訴你 你就把你的背包啊放進來 就是我背包整個放進都可以喔 還有我要穿的外套 我要帶圍巾 然後再加上我那雙鞋子 然後你新買的包包 我告訴你它超能裝的 全部塞進去 然後就放在你的登機箱上面 然後就滑過去 這個就擴大 變成你的Personal belongings的那個包包的意思 你就把你的背包變成這麼大一個 可是這只是在你有需要的時候 通常是回塵的時候 所以去塵可以不用 那你也不見得會用到 但是因為它又小又輕便 所以我就會覺得沒關係 我沒事呢 都會帶著它以防萬一 這真的超好用 那這個是漂亮版本的 在我還沒有買這個之前呢 我是用這一個 這個雖然它上面寫Kills 它不是賣的 它這個是送給什麼會員滿而立 所以你買不到 現在可能也應該不會有了 但是呢你外面可以買到的就是很類似 只是上面沒有Kills的這個字 OK 所以這跟Kills的無關 OK 好我只要講這個包包 它就是打開了 它很像的概念 它只是醜了點OK 它就是沒有造型沒有設計 它打開一樣就是一個超大的帆布包 然後呢一樣很大的容量 隨便你妝 那還有一個這個這個空間 就是可以讓你直接放在行李箱的手感上面 它不會滑下去 我相信這個很多人都知道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出去旅行 都沒有人帶這個 然後很多人都會說 怎麼有帶這個 最後就是我這個借他們用 這個很便宜啊 而且呢很方便啊 為什麼大家都幹我的用這樣子 然後你們自己不帶呢 然後他們就也好像沒想過可以用這個 有的時候是中間如果你們要去海灘 或是要去玩水 沒有那麼大的一個袋子 可以把毛巾啊 泳具啊 全部裝進去 或是你的 snorkeling也要裝進去 這個呢就是超好用的 什麼都往裡面裝 你們車開著就走了 你也不用真的另外帶一個超大的背包 來佔心理下的空間 所以就這個 OK Get One 就是很好用啦 好下一個 最近這幾次旅行 有帶才發現原來我不能沒有它 但我以前不知道 就是草帽 我跟你們說草帽真的比我想像中的好用很多 我以前呢帶草帽出去 都只是為了拍照 它拍照好看 後來我才發現 你們沒有辦法想像草帽有多麼防曬 它的抗曬跟那個降溫的功能呢 你真的要在大太陽下站一整天 然後發現你有帶那個帽子 跟沒有帶那個帽子 你的燃燒程度的差別 OK 因為如果沒有帶帽子 我大概全會灰燼這樣 那有帶帽子 我就是一個紅通通的瞎子 就是這個這麼大的差別 因為我本來只是為了漂亮 結果這一次我去看法王的時候 我戴了這一頂 就是我現在手上這一頂草帽 我才發現那個陽光之毒辣 以及我躲在這個小小的圓圓的帽子下面 我真的沒有那麼熱 如果我沒有這個帽子 我絕對中暑 那很多人會戴什麼棒球帽啊 我覺得那就是擋眼睛的陽光 可是這個草帽 我發現因為它有一個帽炎 然後幫你擋住這方面來的紫外 現在讓我的眼睛沒有那麼不舒服之外 我真的不會曬到中暑 因為我真的已經介於中暑邊緣了 那草帽呢 我建議大家就是不要買太貴的 你一定要買便宜的 因為呢 你就是會不心疼的這樣隨意扭 然後呢 塞進你的包包裡 你塞進你的包包裡 拿出來 它還是原來的形狀 而且呢 你不僅可以遮陽 然後呢 拍照也很好看 你不管戴在頭上 拿在手上 放在椅子上拍照呢 都是一個配件 便宜的你才會不心疼不怕 隨意丟在地上呢 你都不會覺得 啊我那個3500塊的草帽 啊我那個2萬5的草帽 我跟你說 買便宜的就好了 因為拍起照來 看起來都一樣 我這次在法國來看到這頂白色的草帽 我真的覺得 我的天啊 太歐洲了 太優雅了 太美了 然後買了之後 就發現它就是拍照好看 它其實也有遮陽的功能 但是呢 這個呢 因為中間有非常多的洞 所以其實陽光 還是稍微可以從那個洞 透到我的臉上 它沒有完全的那麼遮陽 還是這種 草編的編織的最遮陽 這一頂呢 就真的就是好看而已 好我們進入盥洗用品的部分 我知道很多人呢 出國呢 就會把盥洗用具啊 你要的洗髮精啊 然後用這種 罐裝的分裝品袋 對不對 就覺得這樣已經很小了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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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呢 你如果出國什麼3天5天 就算是14天 這罐都還是用不完 然後它又佔著體積 又佔著重量 我後來呢 發現 這種更好 這種扁妝的分裝袋 真的比這種罐裝呢 要省空間非常多 而且省很多重量 這個我上面還貼了洗衣精 還有一點就是 這種扁妝分裝袋 其實很便宜 所以呢 你如果當場用完 你就把這個袋子 直接丟在飯店裡面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不用帶回來 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要是算好那個 內容物的量的話 那這個分裝袋呢 上面我都會貼上面是什麼東西 就像這個是洗髮精的名字 然後這個是洗衣精 這樣才不會搞錯 要不然擠上去 我告訴你四五包 我就會覺得 哪個是護髮素啊 哪個是洗面乳啊 這樣子 我跟你說 講到這個分裝袋呢 我就想這個故事 我一定要插播給你們講 就是呢 在我們要去法國的前一天 就在那打包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買了兩個這個 上面寫wash bag 就是盥洗包嘛 然後我就買了這個喔 我就跟K先生說 那一個給你一個給我 這樣他都透明的對不對 那兩個長得一模一樣喔 然後呢 結果他就跟我說 欸 你那個盥洗包太小了 我就說 你盥洗包放不下 我是女生欸 我還有兩種洗髮精 還有洗碗精 還有洗衣精 還有護髮素 還有洗面乳 啊你是男生的東西應該比我少啊 你都裝了什麼 為什麼換不下 結果我過去一看 你知道他裡面裝了什麼嗎 這是他的洗髮精 然後呢 這個是他每天要用的乳液 就是這個Cervia乳液 我exactly就拿這個 我不是示意的 這就是K先生在用的東西 我剛剛從他的櫃子上面拿下來的 好這個呢 還有一個 這個A唇的乳霜 還這麼重 這個是玻璃罐 然後呢 他通通給我裝進去 當然還有一些他其他的什麼肥皂啊 牙刷啊 然後通通給我裝進去 然後跟我說 欸我裝不下 廢話當然裝不下 我就跟他說 你要分裝 OK 他說這不用分裝 我說這樣為什麼不用分裝 然後我說 你這罐子這麼大 你要分裝 然後跟我說 我覺得這罐子很小啊 臭直男 就在講這種話 然後跟我說 我覺得這個洗髮精 沒有很大罐啊 然後放進去 然後跟我說滿了 我說你這樣太浪費 行李的重量跟空間 然後他就說 那怎麼辦怎麼辦 於是呢 然後我就一樣幫他分裝進這個 分裝袋裡面 然後還說 那這個乳液 這個乳液怎麼辦 這樣子 我的乳液 只有這麼小罐 為什麼你的這麼大罐 然後告訴我說 這個 沒有很大罐啊 我跟你講 理工直男就是這樣 很直線很直線 他們會覺得 沒有我們這些女人以前 他們這些打包呢 都OK 為什麼有了我們這些女人之後呢 他們打包就變得都不OK 我就說 因為你的重量都是我的 OK 所以你要極減 你要把它重量最小化 OK好 這是題外話 反正呢我那時候看到 他告訴我說 他覺得這個很小罐的時候 我真的快要笑歪了 剛剛講到液體的扁狀分裝袋 那我順便再講一個這個 這個是 呃 給帶狗狗去散步的時候呢 給狗狗剪大便的這一種塑膠袋 那因為這一種塑膠袋呢 非常的小 這一種塑膠袋的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帶個大概十個在身上 因為它很薄又很小 而且你還可以買那種可分解的 比較環保 這種塑膠袋呢 就是當你在裝這種液體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會不小心會露 會露得你整個袋子裡面都是 那如果你還要再拿一個大的塑膠袋裝 你就會覺得 蛤可是大的塑膠袋就是有別的用途 這個時候這一種小的简便袋 狗狗的简便袋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你也不會你的東西就沾了到處都是 有的時候你的東西比較多 沒有辦法真的一整個灌洗包放進你的心理箱裡面 有些東西必須拿出來塞在其他角落的時候 這種東西你就很怕彎椅塞進你鞋子 或是外套的旁邊 它要是不吃跑出來的 那你不是旁邊就都是洗髮精嗎 然後你這個時候如果把它這樣子放進去 然後呢這樣子 你就不會害怕它爆開來 然後弄髒你其他的遺物 而且又很輕薄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這種狗狗的简便袋是蠻方便的 這個在大創超便宜的 就是一兩塊美金就有一串 台灣一定也都有賣 你可以去找找看 下一個我要講的東西呢 我真的不能夠理解為什麼 我身邊沒有人有 大家都用我的 我已經有這個東西十年了 你要是行李公斤數 就是很怕操縱 你都應該要有 就是這個scale啊 我這個是十年前買的 我到現在還在 因為我換了無數個電池這個 都還沒有換過 這個是 Samsung 9的吧 然後每一次我跟朋友出去旅行 他們都會很驚訝 我有這個 然後就搶著用 不是我不分給大家用 我借你用當然沒問題 我只是覺得 既然每個人都需要的話 那沒有我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為什麼不買一個這個 而且有了這個呢 它不只是可以秤你的行李重量 讓你的行李不操縱喔 它還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就是 有的時候喔 我們會想要知道 我總共加了多少的重量 就我這次買了這些巧克力 這次買了這些蠟燭 我不知道我現在到底 增加了多少的重量 比如說我知道我來的時候 行李是18公斤 那總共是 不能超過23公斤嘛 那我現在怎麼知道 我所有的重量增加了多少呢 難不成我要在飯店 把所有東西都裝進去 然後蹭一遍嗎 不可能啊 要是在旅行的中間 你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情 我跟你說 你買的那些比較重的東西 比如說保養品啊 或是你買的皮的包包啊 蠟燭啊 巧克力啊 你不知道它總重多少 你就把它放進一個紙袋 或是塑膠袋裡面 然後你就假設這是個紙袋 或是塑膠袋 你把它放進去 然後一樣用這個秤 秤完你就會知道 喔原來這一袋巧克力 總重2.5公斤 你就會知道你這一袋巧克力 已經加你的行李2.5公斤了 明天你買的那一袋保養品 再加那兩個香奶包 總共就加了5公斤了 你就知道你快要爆表了 這個時候有這個呢 你可以很清楚 而且方便的掌握 你每一天買回來的東西呢 增加你行李總共多少重量 大概可以抓一個量說 我還能不能夠再買 或是你可能要分配到別人的行李箱裡面去 這個真的很方便 還沒有這個的呢 不及格 要旅行達人呢 請買一個scale 好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 你們可能會覺得有點荒謬 但相信我 真的很好用 就是這種醫療用的橡膠手套 不是手扒機的那種 要這種很像醫生或是牙醫 乳膠型的這種 突然戴進去 這種乳膠型的手套喔 OK 這要拿來幹嘛呢 我跟你們說女生 你每一天是不是 有可能要用什麼護髮素 你洗完頭髮要護髮素 或是你只出去三天兩夜 你還要再戴這種 一整瓶洗髮心嗎 要是你連這一種 你都懶得買 然後這種空間都沒有 或是你只是去露營 你連這種都懶得準備的話 我告訴你這個真的超棒 這個呢就是你把這樣子弄出來喔 你就把你要用的護髮 就擠進這個指頭裡面 你第二天要用的 就擠進這個指頭裡面 然後就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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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完之後呢 我告訴你你就用膠帶 把這邊這樣子綁起來 然後膠帶這邊把它綁起來 然後你膠帶把它藏起之後 它就會變成五個胖胖的指頭 對不對 我告訴你你一樣 一樣放進這個狗狗 變成塑膠袋裡面 萬一它爆開了怎麼辦 對不對 一樣放進去 然後就放進行李箱裡面 這個時候呢你洗澡的時候 你第一天要用的時候呢 你就把這個指頭剪破一個口 然後就放進行李箱 你要的護髮素擠出來 然後用 第二天呢就再把第二天手指頭 剪破一個口 然後護髮素用 說不去旅行六天五夜 你這個五個手指頭 全部剪完 這一個就可以丟了 OK 你完全不需要再買一堆分裝皮 然後呢裝一堆護髮素 而且每一個都沒用完 還要全部把它帶回來 這一個用完就直接丟在當地了 這個方法呢 我真的用了非常多年 我每次都覺得我好聰明 然後呢 每一次跟我同行的人 都會看著浴室裡面那個手套說 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會 有點懶得解釋 但是我每次炫耀說 我跟你說這樣很聰明吧 他們都一臉不解 但是呢 好幾天下來 他們就會越來越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好方法欸 是不是 我跟你說要省空間省重量 你就是出去之前 稍微麻煩一點 自己動手做了這件事情 你回國打包的當下呢 省掉這個空間跟東西 你會很感謝我的 你會很感謝自己 在出發之前 就做了這件事情 而且我告訴你 這種乳膠手套呢 就是你要是不知道上面什麼 你還可以用奇異筆 在上面寫 喔 歐維達 護髮 喔 髮油 這樣 你還可以寫在上面 怕自己搞錯這樣 然後呢 要用的時候就剪個孔這樣 是不是很棒 說我好風風 說我小青菜 OK 我真的覺得 今天分享的你們總有收過吧 我不相信我分享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 欸我早就知道 你們分享這些廢物了 垃圾資訊 欸其實你很落後了 應該不是這樣吧 我應該有分享一些其實不錯吧 我覺得那個折疊的衣架超棒的啊 你們有覺得很棒嗎 還是說其實你們覺得我還好 OK 好啦 以上就是我覺得旅行當中呢 要是這樣做可以幫你省空間省重量呢 或是帶這些小東西呢 可以讓你方便很多 然後讓你少少點心 少點麻煩 希望對你來說有幫助啦 那哪一個讓你覺得最心動 會你覺得 哇我真的沒想到 天哪 既然有出這個我要買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很好奇 到底是哪一個會讓大家有一種 天哪 我真的沒有想到可以這樣做 希望大家旅行旅行都快樂出門 平安回家 OK 然後留下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 好我現在是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記得給我按讚喔 按讚喔 OK 不按讚你會抽包半肌喔 這樣是不是太熱毒了 按讚 掰掰